烟藏风经过十天的闭关 练成了一纸禅心法功力大增 即将突破天翼四项绝第三世雷神怒 就在这时 龙剑使前来禀报 至尊蒙蒙主关于天到来 要烟藏风交出人迁行 两人剑拔弩张即将展开巅峰对决 殊不知这一切的导火索 都是拜玉儿在幕后导鬼 拜玉儿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竟然抓住了天翼 前来寻找烟藏风的逍遥狼 将逍遥狼囚禁在了驻剑城地牢 哪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刚刚解决了一个逍遥狼 任千行又明目张胆地出现在了驻剑城 他自从修炼一剑格式之后 武力值得到了巨大提升 甚至不弱于当初的剑尊 兵此根本没把四大剑矢放在眼里 堂而皇之地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任千行 你胆敢慎宠驻剑城 是又如何 就凭你们几个人 别想拦住我 我应该太自不量力了 任千行正要大开杀戒之时 败玉儿出言阻止了龙剑使 他以城主夫人的身份 勒令龙剑使等人退下 将任千行带进了城主府 任千行没有拐弯抹角 直接说出了他的来意 我要知道 为什么凌双剑只有燕藏风才可以使用 这把剑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败玉儿为了稳住任千行 表示他也不知道是何原因 可在剑尊的书房中有本著剑日志 或许可以从上面找到答案 他希望任千行拿到住剑日志后赶快离开 不要打扰他和燕藏风的生活 任千行同意了败玉儿的交易 跟着败玉儿前往剑尊的书房 谁知在半路上 败玉儿突然要任千行交出兵器 他担心任千行拿到住剑日志后 会选择杀了他灭口 我要杀你 根本不需要用剑力 拿去吧 任千行中了败玉儿的诡计 被败玉儿给抓了起来 同样被关在地牢中的逍遥狼剑壮 走上前去讽刺起了任千行 任千行和逍遥狼两人都被锁住 只能隔着铁栅栏打起了嘴炮 就在两人激烈争吵之际 败玉儿来到了牢房 逍遥狼连忙要败玉儿放了他 他要杀了任千行替酒中仙报仇 败玉儿表示任千行 害死了他的义父贺连霸 他同样想要杀了任千行 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 我帮你把尸臭一命给爆了 不 本天行让给我 你放心吧 他不会杀我的 否则 他那城主夫人的位置 恐怕也保不住 任千行见败玉儿动了杀意 连忙搬出了刘依依 说出刘依依当晚和他发生了关系 已经答应了跟他在一起 若是败玉儿杀了他 刘依依依依就会回到燕藏风的身边 这样一来败玉儿城主夫人的位置 恐怕得乖乖地让给刘依依 败玉儿权衡利弊之后 决定暂时留下任千行的性命 前去调查任千行说的话是真是假 夜晚降临 无心用迷药迷晕守卫 成功地见到了逍遥狼 要救逍遥狼离开 可地牢的栅栏是用金刚玄铁锁住 除非用猎血剑或者凌双剑这样的神兵戾气 否则根本无法将其破坏 因此逍遥狼只好另想办法 要无心前去败玉儿的房间 帮他拿回开挂神器金蝉霸王酒 任千行 如果我喝了金蝉霸王酒 我就有能力打开这个牢门 到时候 我一定马上送你上路 你自己做好准备 无心按照逍遥狼的吩咐 悄悄来到了败玉儿的房间 准备盗走金蝉霸王酒 谁知败玉儿对此早有预料 让四大箭矢埋伏在此 轻而易举地抓到了无心 将无心也关进了地牢之中 无心见败玉儿如此可恶 不由地对败玉儿破口大骂 彻底地将其激怒 败玉儿为了报复无心 要逍遥狼在无心和金蝉霸王酒之间二选一 逍遥狼知道酒会喝光 媳妇却会陪他一辈子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无心 这可把无心感动得不行 很好 看清楚了 你 败玉儿说到做到 当着逍遥狼的面倒掉了金蝉霸王酒 让无心冒死得来的心血复制东流 而三天之后 燕藏风破关而出 炼成了一指蝉心法 这就回到了开头的一幕 燕藏风的一指蝉对上了 关玉天的先天刚气